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能让23战23上的朝鲜军船和武器 即日本军船和武器的比较 再在战争纪念馆情况 军船拔弩船和岸宅船 接着看旁边有的朝鲜和日本的武器的比较 并介绍李顺存的三大海战 沿上岛大街的黑战战法 我们移动到下一个场所 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朝鲜和日本的军船 拔弩船和关船 首先在人城窝岸和丁有战争中 击败日本的最大理由是 上天赤下的英雄李顺存将军在朝鲜 而不在日本 还有一个胜利的秘诀就是朝鲜水晶的军船 拔弩船 拔弩船长为30米高为6米 三层的甲板组成的地面平船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虽然有速度较慢的缺触 但是有较小的半径便宜转弯方向 反面 日本的军船 军船的高比拔弩船的高低1米以上 而且地面尖锐 在极流或狭窄的海域很容易去平衡 毕竟有着速度较快的益处 但是有较大的半径便宜转弯方向的 方向时比较耗时 我们移动到下一个场所 用拔弩船来攻击的战术 有撞破 冲破和撞破 撞破是朝鲜水军的军船 撞上日本的军船来让它沉没的战术 顾名思义以冲击破碎 撞破 冲破是朝鲜水军用武器来 神机舰举行远距离来攻击的战术 乌军的主战略是登场百病战术 也就是利用军船的长处来快速的贴近敌人的船 之后来攻击的战术 但是我们拔弩船是海上的城堡 乌军要登约到朝鲜水军的军船拔弩船 但是我们拔弩船远距离来日本的船只 于是拔弩船侵略到朝鲜水军的船是存在着困难的 朝鲜水军的主要战略是炮击 我水军的主要战略是鸟冲射箭 鸟冲射箭的有效距离为50米 朝鲜水军的炮有效距离为1000米 我们移动到下一个场所 现在看到的这图片就是黎顺城的三大海战 闲山岛大街的贺一郑战法 这图片就是贺一郑战法 这贺一郑战法就是 这像贺一样取名的名字 这贺一郑战法就是 就是举行原距离来攻击的战术 也就是利用我们的军船的长处来长处的战略 我的解说到这里 你们有意思了吗 谢谢大家